就是上方跟左方 那另外呢 宽度高度给他 那最后放哪里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就给他一个位置 那位置部分的话呢 我就根据 增加的部分 再减掉700 再加上什么呢 加上I 那I的值 现在是2嘛 第一次跑的话是2 2乘以250的话 也就是说呢 我这边的位置会随着什么呢 这个I的值 而有所变更 那第一次的话呢 我们会是在那个 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要我往下跑 那我就制定出一个 那再来的话 图表的类型给他 来源也给他 接下来宽度也给他 宽度高度 然后位置也给他 各位可以看到 现在的位置 就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位置 它会先制定的是 Labs Labs就是什么 水平的位置 那水平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 它现在水平的位置在这里 那 这个Tub Tub就是它的垂直 那理论上这一点是00 00 OK 那如果我现在要把它怎么样 Tub减300的话 它就会帮我怎么样 把它往 减300 执行上去 这个地方呢 减300 你会发现 减了300之后呢 这个Tub的位置 就会往上 就放在这个位置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的位置 会因为这个I的值增加 而继续往这个下 去增加它的位置 我们往下 那下一个范围就增加了 然后再来 OK 那就一个高三 那它的位置相对于这一个 就是在增加多少 增加250 然后再往下 OK 往下再跑 再往上 OK 那当然一样的方式 我们可以再往下 那位置当然你可以再慢慢扑成 所以呢 如果等一下 你希望每三个增加一个的话 那你会 你必须要在Tub的这个位置上面 做一点动作 做一点动作 OK 好 那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那等一下我会把这个画面 提供给各位 试试看 或者各位 也可以参考一下 在我们书上的第165页的下面这边 165页的下面 169页的下方 这边也有一个程式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哦